刚才您说到了格物啊 该到智知了 对 这个智知就是求学问 求学问是你必须先把这个欲望降低 你的烦恼断掉 然后你才能求智慧 你带着烦恼吸气求的那个智慧 智慧里头又夹杂着烦恼吸气 那个智慧不纯 那个智慧往往的时候会做坏事 为什么他要满足你的欲望 您说过不孝顺父母的人 但是特别尊敬师长是有问题 那这必定有企图啊 有企图 所以老师很清楚啊 老师说这个人不孝顺父母的时候 老师的时候对他也敬而言之 不孝父母去对领导特别好 也不行 决定有企图啊 那是希望升官发财啊 关于做得越大的时候人民就受害越多 这肯定的 这历史是中外历史都可以做证了 佛家的时候一定是心持戒 所以弟子贵是戒律 属于戒律 十三业道是戒律 这个太上感应片是戒律啊 心言从这里做起 所以教学 孔子教学四门第一个德行 这是道德的教育 心言教 然后才叫言语 叫你会说话了 这个口为祸福之门啊 也是吉凶之门啊 然后才叫正思 正思是办事的能力 最后才是文学 文学是精神生活 我们今天讲精神文明 六亿啊 对不错啊 智之是觉悟 觉悟之后呢 你这个心才沉 才有真沉心呢 真沉心 今天讲去 为人民佛物 在佛法里讲 为众生佛物 那个范围就大了 不难为人呢 为所有的动物 为所有的生物 这个植物矿物 你都会用爱心去爱它 都会照顾它 为它福